每個小孩的出生和出院之前 醫科醫生都會幫助小孩做全身性檢查 例如看頭、眼睛、心肺 在這個時間通常都會看 例如小孩未開眼睛 但我們會做一些簡單的聽力檢查 看看他的聽力是否正常 因為在香港已經有一個普及的初生嬰兒的聽力檢查 如果我們發覺小孩在出院之前 做這個聽力檢查是不合格 或者做不到的話 我們會安排他在出生後的一個月 或者之後再做聽力檢查 當然一些主要的器官 例如心肺 我們都會聽一下心臟有沒有雜音 去排除這些大件事的問題 另外我們都會看看他的骨落 關節有沒有大的問題 才讓小孩出院 最重要的是 因為很多時候 一些正常的小孩出院 都是大約兩三日大的 我們通常都會做一個黃膽 篩選檢查 看看他們有沒有黃 要不需要留院照燈 連同一些初生的疫苗 例如一些月形肝炎 卡戒苗 整體就完成了 剛剛出院前的身體檢查 為什麼我們要這麼快 叫小孩出院第二天 就要去檢查 因為初生的頭一個月 其實頭一年 小孩的生理變化 生長都很快 而生生嬰兒 出院後 要回去檢查 最重要的是 看他的體重 還有有沒有黃膽出現 因為我們說的 一些生理性的黃膽 比較常見 在嬰兒出生之後 第二到第五天出現 如果那個黃膽 真的比較高的時候 其實很簡單 只要安排入院 做照燈治療 很快就會沒事了 我們另外會看小孩的體重 例如會不會 他體重輕得比較多 因為很多時候 出生的頭兩個星期 我們都會俗稱叫收水 其實體重會慢慢下跌 只要不下跌得太過分 例如他出生的體重 7-10% 我們都可以接受 但當小孩的體重輕得太多的時候 我們就會做一些評估 看看他的吸收 或者是否他吃奶 那方面有什麼問題 有時候很多時候 新手的媽媽 餵母乳都會有很多問題 所以在初生嬰兒出院 回來 除了看這幾樣東西 其實我們都會看媽媽 媽媽的身體 有沒有什麼特別大問題 媽媽餵母乳 有沒有什麼問題 可以幫到她 我們通常一般的嬰兒檢查 因為剛才也提過 在初一年的變化比較大 通常會跟回打疫苗的時間去檢查 如果我們跟打疫苗的時間 通常就是在初一個月 兩個月 四個月 六個月 我們都會做檢查 有時候九個月沒有疫苗打的 我們都會叫小孩回來做檢查 還有十二個月 十八個月 然後每年會檢查一次 直到上小學來止 正如我剛才所說 我們臨出院之前 其實都由頭檢查到下腳 其實每一次小孩回來 我們都會做一個全身症的檢查 看看他每一個器官 發展的情況是否正常 正如眼睛的檢查 會不會擔心這個小孩 例如眼部有白內障 有時候眼底有些腫瘤 都會令到眼睛的檢查不正常 這些其實很簡單的眼底檢查 都可以檢查到 如果在出院的時候 未能夠通過聽力檢查的話 通常在初一個月 我們會再做一次聽力檢查 那麼 頭一個月的時間 我們都會看小孩的食奶 進展有沒有大的問題 因為有時候 先天性的胃部問題 通常都是在出生的三至四個星期 會出現的 那麼這個時間 如果小孩一路都吃得好 沒有大牛大吐的話 那我們就都安心 另外一件事很重要 其實是一個寬關節的檢查 因為我們會看寬關節是否穩定 通常都是在出生和頭一個月 一路都會檢查 那就看看寬關節的檢查 是否穩定 因為有時候有些小朋友 我們會發覺 寬關節的結構 是有些叫做不是很穩定 變成寬關節有脫膠 如果越早發現 其實那個治療得好的機會 會越大 如果越遲發現的話 可能錯過了治療的黃金時間 就會有機會影響到小孩 將來學行 或者之後 會有風濕關節痛的情況出現 其實我們都沒有特別的檢查 是要小孩一定要去做的 最主要就是每一次回來 其實我們看回生長線 是不是在自己的線上 如果生長、發育、正常 我們通常都不會特別 他需要做任何的檢查 例如一些小孩 在飲食上有很大問題 吸收的營養方面有擔心 可能我們會建議做一些檢查 看看小孩有沒有貧血 或者一些大便的檢查 看看他會不會吸收得不好 至於如果真的有其他的擔心 我們才會再建議家長去做 例如一些超聲波 一些小便的檢查 這些都不是一些常規的檢查 其實最重要的是 在頭一年裡 看看小孩的發展 生長是否正常 因為這段時間變化比較大 其實越早發現到他們有問題 就越早可以根治得到 尤其是在發展方面的問題 譬如如果我們剛才說過 聽力的檢查如果不合格的話 盡量可以找出原因 因為一個小孩正常的聽力 能夠左右到將來語言的發展